你不回美国了 又不回美国了 不走了 怎么又改变主意了 我给万天爷租了一套房子 给你们两个租了一套房子了 不是 我就是想帮他 我没告诉他是我租的 然后我就让他这个副总 跟他说 是他的一个朋友给他租的 行啊 挺有小心机的你 万天爷这人 你还不了解 他要是知道这房子是我租的 他肯定不会住进去的 你这一辈子 就吃死爱死万天爷了 好大哟 可真要大啊 你好 这在厨房吧 还是整齐这厨房啊 开不住 开不住 还有好多的菜啊 好啊 好啊 毛毛啊 快开 大声方 毛毛啊 快开 宛哥 这是两把钥匙 您收好 这里边的菜也是你买的吧 好 欢 那我怎么说呢 应该的 我们两个睡在这儿 你看 把孩子高兴的 是啊 这是主播吗 好美啊 这朋友就是一个 很多年的老朋友 我怎么感觉 心里不太踏实呢 你哪有这么巧的事啊 是啊 无巧公书嘛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 他不是出国的吗 一直办法回回来 如果你这个朋友 有什么难出万一回来呢 你千万得告诉我 行 我知道了 谢谢妈妈 你怎么跑过去了 你来抓我呀 我来啦 毛毛 你来啦 你来啦 special 你来啦 你来啦 来啦 对吧 好 博管哥 我得先走 公司还有点事 那妈妈 叔叔要走了 跟叔叔说一下 叔叔再见 妈妈再见 拜拜 拜拜 那我送你 行 你想吗 没事 那个上班就做你一下 我已经处理好了 你放心吧 妈妈 这小姑娘 不会也住这儿吧 不会的 她是我孩子的小妈 知道我找的房子 非得跟过来看看 那就好 我觉得您和嫂子的 复合机会还是很大的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放心吧 我有分寸的 那行 那我走王哥 那我走王哥 好 再见 爸 这沙发不能这么弄的 这不是爸爸的 这是 这是别人的 他弄坏了知道吗 儿子 来来来 来坐好了 坐好 坐 爸爸 能不能让小夏妈妈搬过来住啊 不行 为什么 对啊 对啊 为什么不行 反正有三个房间呢 我们一人住一个房间都够了 就是 我说不行就不行 首先啊 这房子那不是爸爸的 是那陈叔叔朋友的 你知道吗 别能让我们住就不错了 小夏妈妈又不是别人 你忘了 我们早就睡前去想爱一家人了 就是啊 你小夏妈妈 工作地方离这儿比较远 上下班不方便 再说了 她如果想你的话 随时可来看你对吗 不方便你可以送我啊 我 我 你想我工作那么累 每天还得接送毛毛 难道每天要接送儿子 还要接送女儿啊 我才不是你女儿呢 我是你儿子的小妈 你儿子的小妈 反正我说不行就不行 好好好 不住就不住 好像谁陷阱你这儿似的 咱们收拾一下别闹了 带你们出去吃饭去好吗 还要出去吃吗 冰箱里面有虾有鱼 还有蔬菜 我就烂漫了 你这个前厨手也太细心了吧 不当给你租了这么大个房子 还把冰箱都给你填满了 还有洗手间 洗漱用品什么都有 她可是女人变性的吧 你胡说什么呀 胡说 回去做饭吧 我们饿了 咱们说好了 吃晚饭 送你回去 我饿了 做饭 我饿了 嫂子 事情已经按原计划安排好了 万哥也已经住进去了 不过有件事 我想跟您再说一下 那个叫孟小夏的护士 也跟着一起来看房子了 她也去了 我知道了 谢谢你啊 陈敏 陈敏 陈敏是谁啊 万天有公司的副总 怎么了 刚才那小女孩也去她房子里了 就那小护士 那你还在这儿待着干嘛呀 赶快回去看看呀 那我就在这儿我 去那儿吧 那і wonder 你怎么在这儿啊 她住这不方便 你知道吗 儿子 那你可以跟雪山妈妈结婚啊 你和雪山妈妈结了婚 你就可以永远在一起了 这胡说 我怎么能跟她结婚呢 为什么不能 难道你不喜欢她吗 我喜欢她 但是不是那种喜欢 那为什么呢 等你长大以后 自然会明白了 就是这句话 无聊死了 你回去吧 别揍我了 男某一个人在家我不放心 没事的 你真的不打算让我住在这儿啊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我们俩住在一起不方便 如果你真住在这儿的话 你妈成天在追着打我 那 要是有一天我无家可归了 你会让我住在这儿吗 说什么呢 你怎么会无家可归呢 我说的是万一 如果你真的无家可归的话 马上带我来的报道 你说的 我说的 好 好 谢谢大家 人有的时候就是要坚持 一直要坚持下去 慢慢的所有的事情 就会逐渐地去改变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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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啊 是我 小夏 这么早什么事啊 小夏 昨天晚上已经去哪儿了 你看我找着你大半夜 你还没有找着你 你找我什么事啊 昨天拆先办找我开会 说这房子呀 这两天都要拆了 赶快找个地儿搬了吧 真的 我会骗你呀 你看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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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爹 timelines 爹 stamina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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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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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叔 你在哪儿呢 我有事找你 我在外面干活呢 什么事 我的房子要拆了 我要沦落街头了 我得去你那儿住几天 你开什么玩笑啊 住我那怎么行啊 那我不管 这次轮到你收留我了 不是 我们住在一起 真的不方便 那你那天说的话 算不算数呀 行 那等收好了 暂时住那几天 行吗 你家的剥排骨汤啊 好香啊 不是 这样吗 想吃排骨汤了 咱们家有 以后我做给你吃 那能在水上妈妈 也来喝吗 当然可以啊 我忘了告诉你了 这次啊 小小妈妈 今天晚上 都住到我们这儿来 真的吗 是一模样 他那个房子要拆迁了 太好了 是 你好了 我麻烦了 爸爸 我觉得是不是我 你要在煲汤了 真美 真美啊 是你吗 妈妈 您好 妈妈 您好 阿姨 怎么是你啊 对呀 一会儿啊 阿姨就把饭给做好了 你去上班了歇会儿 马上饭就好 宝宝 他是怎么进来的 你问我 我哪知道啊 妈妈 行 去吧 怎么了 这房子是你租的 对啊 是我租的 我听陈炳说 你现在没有房子住了 我呢就租这房子 这房子挺大的 咱俩一块儿住没事 那也没必要骗我 说陈炳朋友的房子吗 我特别了解你 如果我跟你说了 你会来住吗 行了 去吧 休息着啊 饭好了 爸爸 你过来一下 孩子叫你呢 让他过去 怎么了 儿子 爸爸 谢谢妈妈 什么时候来啊 我哪知道啊 我哪知道啊 爸爸 我刚才看见 那个大房间 多了好多东西 本来都是丁玛阿姨的 丁玛阿姨也住这儿吗 跟你说实话吧 这房子是丁玛阿姨租的 他想向妈妈来了 他就睡我的房间 我还跟你一会儿睡 你俩别说了 赶快洗手吃饭吧 去吧 去洗手间 好 晓晓 是这样的啊 你今天晚上最后啊 别过来 我这边呢有些变化 晚点呢 我给你去个电话 来了 别烫着啊 别烫着啊 吃点青菜 来 看不出来啊 你还挺会照顾孩子的 慢慢学嘛 你尝尝这个 你以前特喜欢吃 谁啊 董事长 董事长 毛毛 琪琪妈妈 你终于来了 等急了吧 经常有点C车 大叔帮我拿一下 可成了 曼姐 你也来了 你是过来吃晚饭的吧 大叔 你怎么没跟我说 丁曼姐姐 要过来吃晚饭呢 毛毛 行我房去 去吧 走去 吃饭了吗 没有啊 那我给你撑一点 谢谢啊 没事 晓晓 你怎么回事啊 我打你电话 发你微信 你都不会 我学去没电了 你找我干吗呀 我是想告诉你 来 吃点米 谢谢啊 没事 丁曼姐 这饭是你做的吧 嗯 好好吃哦 那你多吃点 您都吃啊 你吃吧 那小夏 你拿箱子干什么呀 大叔还没跟你说吧 从今天开始啊 我就搬进来住了 那 那个就是我的房间 对不起啊 那房间是我的 你呢 嗯 什么情况呀 你到底搭订了几个人 搬进来住啊 我打电话 发微信就是为这件事情 我就想跟你说 想过说你们俩现在 搬在一起住了 不是你想象那种关系 那什么关系啊 我告诉你吧 这个房子是丁曼租的 你租的 不是 昨天你还跟我说 这房子是你手下租的 怎么今天 骗人丁曼姐租的呢 你为什么要骗我 我什么时候骗你啊 不是 小夏 我给你解释一下 昨天呢她确实不知道 她也是今天刚知道的 你凭什么比较做房子 我是想 以朋友的方式来帮她 你们已经离婚了呀 离婚就不能帮她吗 法律上你们不是夫妻了 不是夫妻就不适合住在一起 因为我觉得住在你们那儿 确实更不合适吧 那住你这就合适吗 当然合适了 怎么能合适呢 毕竟我们以前是夫妻呀 就搞错你们已经离婚了 行了行了行了 你们俩都别吵了 这样吧 你们自己解决 我带妈妈走 你不能走 你不能走 我为什么不能走 行了 不说了 反正你不能住在这儿 你不能走 走 孟天宇 你记不记得我是怎么对你的 当初你的忙话无家可归 是我商量你到我们家来住的 你是我的又我的 我还给你洗衣服做饭 还给你买衣服 你不能这么对我 你不能这么对我 不能这么对我 有什么好事 不要哭嘛 万天眼 你给我过来 我告诉你 她不可能在这儿住 我们四个人住在一起 你觉得合适吗 你不觉得很变态吗 其实呢 她说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她现在住的地方被拆迁了 她无家可归 而且那个时候 她的确帮过我 跟 万天眼 你给我过来 叔 叔 你还记不记毛毛怎么说的 我们三个是一家人 我们都住在一起很久了 我很有默契了 你不能让毛毛没有妈妈 我要是走了 忙了怎么办 万天眼 你给我过来 你过来呀 万天眼 人家妈妈 都指着你鼻子骂了 你还有脸在那儿住吗 你住在我这儿 是理所应当的 万天眼 你给我过来 万天眼 我的话还没说完呢 你给我回来 你过来 你回来 你给我过来 你回来 你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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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来 行了 都没场了 一个个说行吗 一个个说 我站中间 听你们一个个说 那我先说 我那已经搬间了 我已经没地儿住了 我回不去了 我既然要走的话 就留我尽头 反正我住也得住 我不住也得住 我就住在 我就住 万天眼 我告诉你 不管他有一千个 一万个理由 我都不允许他住在这儿 妈妈 妈 你想不想跟小妈住在一起 想 你不想让小妈走吧 但是现在 你们阿姨 要把小妈妈赶走 怎么办 林宝阿姨 我求求你了 你就让小妈妈住在这儿吧 妈妈 你回来 你 我还有你爸爸 我们三个是一家人 我们要永远住在一起 你们住在哪里 我就住在哪里 你们在哪儿 哪儿就是我的家 我们永远都不会分开的 好了 带小妈妈去自己的房间 晚安 拜拜 走吧 好了 别生气了 我也不想这样 如果我真知道 是你租的房子的话 我不会搬过来 不过我想你保证 他住不了多久 爸爸 今天我能不能 和小夏妈妈一块儿睡 去吧 那我就和小夏妈妈 一块儿睡了 小夏在我最难的时候 玩过我 所以说 在他难的时候 我总不能做那种事情了 行了 别说了 我知道你也有难处 你去睡吧 晚安 晚安 我有一只小猫 commauma 总来也不期 有一天我牺牲 拉去 洗了去干净 我手里拿着小皮扁 我心里真的疑 不值得梦 哗啦啦啦啦 我甩了一身泥 谁啊 是我 进来 都几点了还唱歌不睡觉 他没事吧 没事了 早点睡吧 怎么了 他给你租这房子 是不是想跟你迫进重园啊 这大晚上 小能挖的想什么 我不同意啊 早点睡吧 小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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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除了 刚刚就是 这事不结束吗 是 可以再拉拉拉拉 快 快 走 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个迷你方心 前后呢 都是健身房 大伙啊 你就后面要我去 好啊 好啊 歡迎光臨 歡迎光臨 客人 客人 客人好 你好 各位是小夏的朋友 也就是我的朋友 今天隨便吃隨便玩 媽媽 乖不乖 今天好好玩 走 客人在這邊 走吧 西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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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台大房間也能認識 對 以後每天都能測試驚喜 時間不行 剛剛精彩也OK嗎 打個折又會人呗 沒問題 走吧 走 好棒啊 好棒啊 好美啊 好美啊 我這個就太美了 什麼 漂亮 哪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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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夏 她身上的老闆 她長得可真帥啊小夏 長腿歐巴就是你嘛 都花青了 你怎麼不早告訴我呀 就是 你也沒問我呀 你跟她什麼關係 閨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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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那我們幾乎有機會了 她喜歡什麼類型的 她喜歡什麼類型的 那不是你這樣的 怎麼還不過來呀 就是 讓她過來 李嘉豪 李嘉豪 去哪兒去了 媽媽小心啊 我去看看 還要什麼西藥嗎 餓了 來點兒吃的唄 餓了 來點兒吃的唄 餓了 家豪 楓桃 來我這兒也不給我打個電話 我派車去接你啊 你那麼忙 那好意思麻煩你啊 我這兒怎麼樣 早就听爸妈说过 挺好的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首朋友梦的夏 不像这是童童 你好 那我带你去转转 来 吃着就在这儿 你们自己拿啊 你怎么回来啦 你怎么回来了 丁门 有件事情 我想跟你聊聊 什么事这么着急 你不能晚上回来说 必须现在说 那你说吧 首先啊 你在我最难的时候 还能帮我 我心里真的很感激 这第二呢 行了 你也甭给我第一第二了 有什么话你就直接说吧 那我就直说了 我想搬出去 为什么 咱们俩生活了那么多年 咱们俩生活了那么多年 我的脾气你还不了解吗 我特别不喜欢 就是那种寄人立下的感觉 我也知道 你跟陈敏演得那么出戏 是出于好意想帮我 我心里真的很感激 我心里的 我真的不能再住下去了 你说完了 说完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我把话说完 不管怎么说 就算是朋友 我们交往了这么久 也就是亲人了 对吗 是 俗话说得好 一日夫妻还白日恩呢 我们俩过了这么多年 该有多少亲亲 你试想一下 如果你换成我 我换成你 你曾经是我的丈夫 是我的亲侣 你会怎么做 我想 你肯定会像我帮你一样的来帮我 对吗 对 你说 我为什么跟陈敏一块儿来骗你 因为我太了解你了 因为我太了解你了 我告诉你 你肯定不会住进来的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就算是为了毛毛 你也得留下来 对吗 行了 不说了 我不管了 真的 真的 但是必须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既然是合租 我就应该付一万的房费 行 这也算合理 那你就出一千五吧 行 你真要现在付啊 好 行了 你把那零钱留下吧 你回头再给我 那行 赶快去吧 赶快去吧 你还得赶快出车 给你挣房钱呢 那我开工去了 那我去了 开车慢点啊 来 儿子回来了 还没睡呢 斯丹兰回来了吧 我跟您爸正商量着呢 怎么跟洪家交代呢 他中午去没得募金着了 都聊什么了 没聊什么 聊了一下午他在美国的事 然后 我就跟他说我有女朋友了 他什么反应啊 没什么反应 也没说什么 他肯定跟他爸爸妈妈说了 那不正好呢 快不得他不来我们家来看我们呢 家豪把这件事情挑明了 洪家会不会对我们有看法呀 我看这件事啊 过点时间再说吧 那我先去睡了 睡吧 我给你打包 不用了 你们也早点休息吧 晚安 晚安 谢天谢地 紫善你终于接我电话了 我跟你说过了 不要再打电话 不要再打扰我的生活 行吗 不是 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只是想跟你好好谈谈 我不想谈 没有什么好谈谈 不不不 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好好谈谈 我想我们之间有误会 是误会 我们认识本来就是一场误会 不是 是这样的 我 我当初我把事情想简单了 我以为我那边的事情 可以很快地处理好 可是我 这已经过去了 我不想再听你说了 我不是要解释 我知道我现在所有的解释 我无论说什么做什么 这都是苍白的 还有什么好解释的 这些年你对我们的 所作所为难道还不够吗 紫善 你真的不能原谅我们 你要没有别的事 我要挂电话了 我要出去 你让我跟你再见一面好吗 我当面跟你说一声 我想说 我想说对不起 你就对不起 就能把所有的东西都抹去吗 你不见我没关系 我可以等 或者是 紫善算我求你了好吗 你能不能安排一下 你让我见见孩子 孩子没有福气 走 走 二哥 淑月啊 来来来 进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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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家收拾得真干净啊 这家太干净了 坐坐坐坐 倩倩 赶紧把东西拿去给二哥的厨房 过来还带什么东西啊 没啥 就是平常一些吃的用的呗 二哥 我跟你商量件事呗 你说 你觉得我这妹妹咋样 挺好的 挺能干的 我想把她介绍给你当女朋友 这个呀 二哥 你现在也开始新的生活了不是吗 这身边没个女人怎么行 我这妹妹啊 其实也挺命苦的 前几年结了一次婚 可她老公啊 又赌又喝酒 一不开心就打她 我这当姐的看不下去了 劝她离了 我就想给她找个好人家 好好的过日子 你看 你知根知底的 人又好 如果我妹妹能跟了你 那我也放心了不是 等等 淑月 主要是我现在啊 还不想考虑这个事情 二哥 不用考虑 这不都在一起工作吗 楚楚看 合适了 我跟三儿给你们把婚都办了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早点结婚 剩个大胖小子 多好啊 对吧 不是 我许愿 大哥 那个茶医在哪儿 我给你泡个热茶 没有茶医 不用了倩倩 你看看二哥 有什么要洗的吗 不 没有 没有要洗的衣服 二哥 你不会告诉我 你就这一套衣服吧 是 我主要是还没来得及 没来得及去买 你看吧 这家里没个女人就是不行 倩倩 你下午带二哥去商场 买他几十套 好 买那么多衣服干吗 我又不开服装店啊 来回换哪 现在咱们是有钱人 我不开服装店 我这家里还能招下 我可以帮我 我把这家里抹上了 到处属店 这家里 有什么地方 我可以帮我 我可以帮你 你会帮我 我可以帮我 我可以帮你帮我 我可以帮你帮你帮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